你自述你自己得过两年的抑郁症 对对对 我一直就是没有有幸会过这种 就是说真的抑郁症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他们就是说真的就是说觉得死挺开心 就死都可能都不开心 死都不开心 那真是 他一般是这样说 就是我们叫做标准的诊断叫做三低 就是你也可以说三少 就是情绪低落 言语少 就是热情度低 所以你会变成他言语少 情绪少 行动也少 就是确实严重的时候会有这个自杀倾向 就他那个自杀倾向 就是有的人会就是真的是有一些自杀的行动 我还没到那个自杀行动的这个部分 但是会有这个自杀倾向 那从你的经验看来你是怎么治好的 就我当时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 其实我们做一个形容就是村长春树 他不在小说里经常讲 主人公到了一个井 就是他又掉到井里了 然后我们假如把抑郁形成为 你看你无形中掉到了一个情绪的深井里 你扒住那个就是井壁 一般人的做法都是往上爬是吗 但你往上爬很辛苦 因为你觉得井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我当时干的事就是干脆松手吧 松手就掉到井底 在那个井底待了两年 你看村长春树在小说里一般他有 我记得他至少有两篇小说写过这个模式 当那个主人公在井底待了一段时间 他突然之间他能看见 因为井底本来是完全黑的嘛 接着发现有个通道 他沿着那个通道出去 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我应该当时就是那两年就干脆就放弃了 就是我就不抵抗了 就结果这样待了两年 后来我自己的形容就是平时就感觉自己提那很多条河流 它就拧巴着的 就是没有通 但是等那个满两年的时候 当时突然有一天就感觉到好像内在的有很多河流向着打通了 然后就融会贯通 而且他们流向同一个大湖或者同一个大海 那时候就变得妙语如珠 就是写文章讲话都变得很不一样 听上去进入了另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从抑郁进入了造狂 那您分析您自个儿为什么不开心 直接的原因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的妈妈她也是严正的抑郁症 所以我一出生就有一个抑郁症的妈妈 这会导致这样的 有遗传 对对有遗传 但是如果从更直接的原因来讲 就比方我们讲这个从方舟这边讲 我们讲就是真实自我和那个虚假自我 就是true self fills self 但是更好的翻译叫做真实自体 虚假自体 什么意思呢 有真实自我的人 你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 就是你做各种各样的事 都是从你自己的感觉出发 那这样一来你就觉得活得很带劲 对 就是这就会带来自在 但如果你是一直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中心 你甚至你可能把别人照顾得很好 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自我 所以这叫做虚假自体 就是当你这样虚假自体 你活了很久之后 你就不想活了 它也不光是个心理问题吧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人情世故的问题 就是我舒服了 他就不舒服了 那你舒服了 我就不一定舒服了 你看有人就是能够 就是都舒服 对大家基本都舒服 文道这方面有经验 没有经验 你说什么 让人人都舒服了 然后自己也就舒服了 对 就先天下之 幽儿幽 你不整天这样吗 对 不太一样吧 对 咱们一直没分析 平常文道一直装的挺像的 就是他的这个 今天有好机会 文道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 对你有影响吗 影响很大 请分享 影响很大 没有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首先因为我很小 就不跟爸爸妈妈住 我是从小 你看我的整个少年阶段 同年少年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从初中一年级 就住集体宿舍 住了三年 八十个人一间房 你不能想象 像军营一样 然后我小学的阶段 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然后我大部分人就跟我外公在一起 我外公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外公过去是搞情报的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间谍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不说话 什么都不说 然后他 我知道他爱我 但他沉默 所以我们家里面是沉默的状态 然后我小时候跟我最亲近的人 居然是学校里面的神父 那时候那天主教学校 而跟我最亲近的神父 还是一个天主教界有名的神学家 我那时候天天就跟他探讨 这个神学问题 上帝问题 哲学问题 那变得我小时候呢 很小就跟身边的人有距离感 包括跟家庭 就是我常常会在别人身上去看 有什么东西 是我不喜欢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样我不太好 然后我用那个不太好的方法 就觉得因为我看到你 哎呀你这么喜欢讨好人 这不太好 然后我就用这个来鞭策自己 我不能这样 我该怎么样 所以我小时候是把身边所有的人当教材 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你这样说 我我我就在想 我如果说的太多 我这叫野蛮分析 我违反了我们 喜欢野蛮的 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 有很多问题 很大眼了 我就知道 第一个就是 我的来访者们基本上都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中国的孩子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 你看首先是这样子 第二个呢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家庭 他会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比方我们有人在做梦的时候 梦见坟墓的这个异象 坟墓什么呢 其实寂静无声 你看又有第二个部分 挺惨的 还有第三个部分 就是你看 这就是道长 为什么你的知识这么发达 因为你看那个时候 你不能够和人 活在这个丰富生动的 这个互动之中 就发展自己的脑袋 然后最后脑袋变得这么的发达 就是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这个方面我觉得 当然我怀疑再多的诸位 当然我对文桃 你不了解 我就在想 我们三个是不是读书都太多 说不定都有这样的问题 方舟呢 你说我的原生家庭吗 对呀 我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就是我觉得因为原生很多人会说他原生家庭有问题 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权力结构 是因为你在小的时候 家长是一个比你更强大 更有权威 你必须去服从的这么一个存在 但是我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在我家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父母强 我弱 而是我比他们强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规则 就是谁有钱谁说了算 就我觉得就特别 从临社会 所以在我12岁的时候 我就成为家庭里面收入最多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家做了一个财富龙虎榜 就我自己手写的 按月收入 按龙虎报 然后给这个家庭收入牌 就是排序第一名 可以要求最后一名做事情什么 或者不错 或者可以免除某种家庭义务 然后所以我就每天就贴在那个厕所门口 这个月的收入排行 所以我跟我父母的这个家庭的权力关系 很早就发生了颠倒 所以就我就不受这种影响 这说明你还是因为你的父母好 你看很多父母是这样子 既剥削了你的钱 又告诉你就是 他们必须 要听话 就是而且你这钱之所以这么有钱 是因为他们给你创造了条件 你才有的 我听说有些星妈就这样 把孩子管的那个 那当然他孩子大明星挣的钱 妈妈帮你管着 你你娶谁 或者你嫁谁 你也得听妈的 因为他还会告诉你说这个父母养育你 对而且还说你有亏欠感 就是你虽然是你挣的钱 就是你在养家 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父母的贡献比你还要大 所以说明你父母还挺了不起的 我有个疑问 就是说一个人长大不好嘛 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聊的时候有个感觉 就在于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家庭给他来说特别大的阴影 就是因为他太密集的相处了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老说家长要陪伴 家长要陪伴 但是我跟我一些朋友聊 其实会觉得尤其是情绪比较稳定的朋友 会觉得其实很大的原因情绪会变得比较稳定 是因为从小你不需要别人的陪伴或者你缺乏陪伴 所以你必须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长大是一个不好的一件事吗 就是我们在心理发展上有个特别关键的点 叫做从自恋走向依恋 一个自恋就是人都是自恋的 就是有些人集前来相处 就是因为这个人太自恋了 那假如一个人一直活在自恋之中 这就问题很大 比方一个孩子如果他一直长大 假设这是他的心灵 这是他的叫做真实自我 他在外面包一层东西把它包起来 但如果你一个人长大的话 这个包起来的东西叫做防御体系 它特别的严密 会导致你不能够特别好的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但是如果你必须完成一恋 一恋就是一般三岁之前就要完成的 比方说你跟妈妈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你就从一个人的状态进入到关系的世界 而且这个时候你一旦完成依恋之后 就是你在关系中就很自在 就比较好相处 就是而且相处的时候你很自然 就是这个时候就叫做进入的依恋 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是 一个人长大意味着你活在意愿世界里 就是你和别人的关系 要不然你挤压别人 要不然别人挤压你 但是一旦你完成了依恋之后 你就活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你的心里真的有别人 然后这个时候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觉得不累 自然而然的 你也不觉得你在剥削别人 你也没有在压榨别人 你别人当这样 就是所谓的压榨你的时候 你也不容易感知为是这个 你可能感知为是好东西 爱或者是情感 对 那比如说独生子女和这个兄弟姐妹 这是 是不是心理上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分别 还是说 这其实是后天可以 怎么说呢 腾挪的 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是被我们不断地这样去谈出来的 其实因为就是兄弟关系 没有亲子关系那么重要 所以说就是以我的观察 其实我会觉得 这些独生子女们在中国 我个人认为是比以往的孩子们更健康 以往动不动家庭有五六个孩子 就是三四个孩子 甚至更还有些七八个的 那种家庭的孩子 我觉得更容易出问题 因为为什么你都被分薄了 是吧 那个情感父母 包括老人的情感分薄了 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孩子的时候 确实带来一个问题 就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四二一家庭 是吧 就是这一个孩子围绕着六个大人 大人都在争夺 但这个孩子就很厉害 他就可以玩这六个大人了 然后结果呢 他因为第一个他会获得大量的关注 第二个因为在这个里头存在着竞争 就是假如这个孩子他发现这一点之后 他就可以掌握这里面的权利 所以他可以发展他自己 所以这是我哥 你看我现在有个体会 就是都是说原生家庭 都是影响特别大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 通过我亲身接触 我也觉得 有的时候是不是 也不要太夸大 我现在挺爱跟我的那些哥们们的孩子 他们往往是独生子女 我发现跟他们聊 我经常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 他爸爸妈妈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有的孩子是什么 他也有犯了什么错误吧 或者什么的 经常爱讲 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 那就是刀和枪 就是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 就爸妈一吵架 永远迁怒于人 就是本能的 是吧 你看都是你的旁边给我捣乱 你看都是你 他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气氛里 这个我就很理解 但是到后来 他忘了拿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他犯了一个什么事 就是说你看看 这都是我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 这不就是说明吗 然后就是说 我就是我们家庭的这个悲剧 我后来觉得 我说也不能这么宠着自个儿吧 你就像有一天我听一美女说话 真讨厌的 就是说 就是说叫什么 你看 哎呀 你看就是能烧钱 就是我们这种人的自带属性 你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 也是不是说你人 也不要那么原谅自己 比方说 甩锅给家长 对 你爱迟到 这不叫个性 这不叫性格 这 你提醒一下自己 或者说你就要道歉 或者说你要承担 这个迟到的损失 不就完了吗 但是现在很多呀 所以我后来就跟这个孩子说 我说你看 你也确实跟你爸爸妈妈一样啊 你自己有的事啊 你就归咎 你一定要向外 向外那个 那个 那个 归因 对 这都是甩锅嘛 是吧 就是 或者刚才讲的 我们讲的归因 其实归因还好 我觉得归因是我们续找原因 很多人玩的是归罪 就是 怎么说 就是归因我们说 我们在续找原因 是理性的 是吧 归罪的话就是 是情绪的 情绪上就说 我的痛苦都是你导致的 我的问题是你害的 这边有个害这个字 就是 我觉得归罪是一个 你刚才像文涛你讲的 我觉得这归罪是一个普遍现象 比方说老人倒地了 你去扶他 他说是你害的 我估计在座的诸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 反正我见过身边很多人这样的 小时候爸妈丢了钱 就把你揍一顿 你说是你偷的 是吧 这真的是我偷的 你真的会偷是吧 但有很多就是 就害得没干 但就是钱找不着了 他就要找一个人 找一个罪人 那个罪人干的 但中国这个归罪游戏 是非常熟悉的 你都知道 你比方像曹操 在打原术的时候 没两事了 他就借那个 粮冠的 那个 那个预粮冠的人头一用 因为他要就是把那个 归罪的那个情绪说 你看都是这个家伙害的 所以我们把他杀了 拿他祭祈 然后接着他善待他的孩子 就是 然后但这样一来 就把那个罪恶的那个情绪 就先释放一下 接着大家能够就是 聚集他们的东西 再去战斗 但这为什么呢 照我的说法是 可能就是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一直不鼓励那个个性化自我 所以我们都是不完整的 我们的自我都不够完整 会导致我们 不能说我出了事 就是我负责 一定是我出了事 是你负责 所以构建了一个 因为我是一体的 所以我犯了错 当然就是你的错 对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我小时候记得 我对这个情况特别敏感 就看到很多大人 有时候 遇到一些意外 因为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谁犯错的问题 可能就天然的意外 对 或者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怎么发生了 你如果说严格是人家的错 也好像说不过去 对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重要 重点在什么 要找到人负责 对 因为他不能接受的是 这个世界上 居然有件事情 让我这么不快 而是没有人负责的 所以他要找人负责 对 他还不是说 这件事是不是我该错 他不是那种 刚才我们讲那种事 我拒绝自我检讨 因为可能责任在我 他不是 他可能责任也真不在他 而是根本 有些事情 比如说现在房子塌下来了 谁的责任呢 我们这 那这时候我总不能 你看 吴志宏 你那一来房子就塌了 我不能这么怪 但这种情况很普遍 对 所以我特别敏感 为什么 我们总要寻找一个人去怪 因为 就很有意思 就是 就意味着那个 我们叫做罪恶感也好 负旧感也好 或者那个问题的发生 没有独立自我的人 他承受不了这个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种 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个 这个责任人 而且这是会设计的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讲归因的时候 我们在寻找客观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你看很多时候 我们归罪的时候 寻找一个主观的原因 对 所以不仅是有人 不仅是有一种力量 导致了这个罪恶的发生 而且那个力量是恶意的 对 故意的 所以说白了 就寻找敌人 对 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对小孩来说 这种罪恶感 特别不公平的一点 就我原来看一个脑科学的书 对我印象很大 他就是说小孩 你这个大脑里面 学会自证的那个区域 在你非常小的时候 就已经成形了 自我憎恨 对 但是呢 你学会原谅自己的这个区域 要等到你十几岁的时候 它才成形 所以是我跟很多人聊 他们那个童年 或者记忆的起源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 对自己童年的记忆的起源 其实是自我厌恶 就你 其实这个成为他们记忆的起源 比如说我印象 小时候我幼儿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们幼儿园吃晚饭 就是吃稀饭 然后吃完之后 我们就排在这个座位上面 等着家长来接 然后老师就开始拖地 地就拖干净了 等着家长来接 中间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吃了稀饭 然后就很想尿尿 但老师就不让你去上厕所 因为他地已经拖过了 然后所以每次我妈来接我 我就终于可以下这个凳子 去找我妈的时候 我就尿一路 然后就被老师骂 然后我就自我厌恶 就包括尿床的记忆 你跟很多人聊 发现他们记忆的起源是尿床的记忆 因为他就是这个自我厌恶 他很早就学会了 然后伴随了他很长时间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青年人的时候 你才学会怎么原谅自己 咱们俩真是都是尿决定了人生 真的 好多心里的坎儿啊 都是尿过来的 真的 他从小玩尿大 我们小时候一个是没玩具 就撒泡尿玩尿泥 再有一个为什么这个诗进呢 对我来说啊 我今天能干上这一行 当然这个是个老故事了 对 这是这个老故事了 就是但是可能对一些年轻学生 可能会有启发 就是说脸皮薄嘛 就不敢上台嘛 我平生头一回 就是中学的时候 在老师的鼓励下 就是上台那个演讲嘛 上台演讲 那家伙都太害羞了 然后你知道 我当时就感觉啊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当时 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 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 就是以至于 你说哪个自然段的第一个字 我啪 我就把它背下来 那但是真的一到台上 哇家伙 我真是体会到你们作家 有时候写的 就是话一离嘴唇 我觉得就消失在空气中 和周围声音都听不见了 全校师生看着我 然后呢 背第一段的时候 就想着第二段投一个字 第二段投一个字 背第二段 第三个投一个字 哎 第三个投一个字 忘了 我在全校师生面前 静静的一分钟 空气都静止 然后我就觉得 一股暖流 顺着我的左裤腿 全校师生面前 就记得这么深 到现在记得是左裤腿 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 就全校师生看着我 逃出小门 但是 后来这个老师 我们要不说老师 这是伯乐 老师说 老师 你虽然那天表现 不算太好 但是呢 你背诵的那两段 深情并茂 说我推荐你 再参加区里的比赛 按说我就怂了吧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破块破摔了 我就去了 拿了第二名啊 那就第二名 这就特关键 从那以后 上台没那么处 刚才你讲的这个经历和那个 就是方柱你讲的这个经历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理解 为什么就是我们总是要归罪 为什么总要归罪 你看方柱讲的是自我失控 而且这个时候没有人过来安慰你说 这个孩子这个 你没事 你很好 如果这个时候当你 这就是一个人长大 和他关系中长大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因为孩子最初 你确实控制不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连尿都控制不了 所以当你失禁的时候 如果这个大人过来安慰你一句 说没事 这个不是什么事情 也不会怪你 这时候你看你的那个自我憎恨就没了 你看你那儿就发生了一个关键 你本来失控了 来了个伯乐 你说他是伯乐 而且你看你那左裤腿各种各样的都记得这么深 如果不是这个伯乐过来安慰你 我才可能你就把这个事尽可能把它忘掉 这叫防御掉 把它压压在潜意识里 你就记不了左裤腿了 但是因为有这个老师过来安慰了你 说文涛你很好 那个你看这个失控就变成可以控制了 您讲这个符合我听过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 就是说父母啊 比如说父母在孩子面前说不吵架 那不能不吵架 肯定会看到 就是发生有可能对孩子可能造成心理阴影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要在尽短的时间内抚慰 或者让孩子解开这个结 据说这样孩子心里不落痕迹 而且特别告诉他 这不是你导致的 因为孩子对出他那个严重的自恋 他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导致的 所以就是好东西是因为他导致的 坏东西也是因为他导致的 所以如果父母吵了架 如果孩子旁边需要给孩子说一句 不过可惜多数情况是这个还不止不会这么做 多数都是你干的 多数家庭还会反而很多家庭是持续的把这个压力转到孩子身上 所以我小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观察这些大人 因为我常常能够看到他们是自我矛盾的 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能这么样子 所以我就拿一张纸出来 去详细记录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分析我做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这么决定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画一条线做一个分析 然后再画 终于整张纸很大 就变得填不下继续画 然后最后发现我要记录跟分析完整 我每天的言行背后的动机 那是一个画不完的表 但是我慢慢感觉到 我每天的言行背后的理据也是自相矛盾的 那因为太小 我总觉得人是应该要统一起来的 所以我要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些矛盾 所以变得就是小时候就是很怪异 就我觉得我同学会觉得 但我也是个讨好型人格 就比如说所有同学人相处很快乐 但是他不知道我天天都在分析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他就讲好奇怪 他难道没意识到这样子很蠢吗 或者然后我会发现我会不会也很蠢呢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 你小时候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的吗 我大概有半年一整个学期 天天在写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讲曾国芬 都那个一日三星无生是吧 你看就是道长你是小时候就开始这么干了 我不知道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得 比如说我们那些教会学校啊 比如说我小时候还想当神父嘛 我就特别觉得这个我的最终的关系是建立在我跟一个世间看不到的 很超越的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那时候觉得是神跟他的关系上面 然后就觉得跟他有最多话讲 因为我觉得他大概什么都知道 而世界上其他人大概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有另一种问题的情况 就是你以为一个人应该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有答案 这件事情本身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不是偶然的 你要接受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也许就是不能够有明确的答案出来的 那你如果连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 我觉得大概好像不太对 那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高中吧 哇太厉害了 该吃点的药 他自己把药给吃了 他刚才说开清单这个 让我想起一种选择困难症 让我想起卡夫卡 你知道卡夫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开清单 开清单 他要他跟一个女的 就是要不要跟他结婚 这个事啊 他辗转反复了至少两年 在这两年里啊 他就把所有要跟他结婚的理由写上去 不要跟他结婚的理由写上去 天天这么想 甚至在这两年间多次的去拜访这个女的 长谈 他完了又回事了 过两月又去长谈 最后做不出决定来 最后还是没有跟这个女的这个结婚 我有时候感觉啊 你看我也有选择困难症 买双鞋能买三天 就是觉得掉进去一个 就是不能决定 我自己尝试分析是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太负责任 实际是怕后悔 怕选错了的那个 后果的那个承担 嗯 嗯